Yo 各位同學在這裡我們要介紹主題是科西不等式 好 老師在這裡做個說明 科西不等式是高中非常重要的數學觀念 而它如果在你的段考出現的時候 分數會非常重 因此呢 老師希望利用高一先修的機會 先把它介紹給各位同學有一次出錢的認識 你不用完全學會沒關係 但是你聽過一遍有那個印象 回到學校以後 學校再正式交一遍的時候 因為你有先前的印象 這樣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科西不等式說什麼呢 AB兩向量的內積就是A.B 它的平方會小於等於A向量長度的平方 乘上B向量長度的平方 老師這裡大概做一個簡單的證明 好 因為AB兩向量的內積就是A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長度 乘上他們兩個夾角θ的cos值 各位同學還有印象嗎 我們在內積的部分有介紹過 那我們在主題三角函數的時候也介紹過啦 cosθ必須介於正1跟負1之間 因此就代表 A 你兩向量做內積的話 事實上會小於等於怎麼樣 你兩向量長度相乘 好 這時候我們用不等式來表示 就是AB兩向量的內積會大於等於負的A向量長度乘上B向量長度 小於等於A向量長度乘上B向量長度 這時候呢 我們根據不等式的經驗可以利用一個手法叫什麼 兩端平方 因此AB兩向量內積的平方 會小於等於A向量長度乘上B向量長度的平方 好 這平方根據指數率六大公式又可以拿進來 因此我們就得到AB兩向量內積的平方 會小於等於A向量長度平方乘上B向量長度平方 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可惜不等式 GEぃ G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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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S